人詞的力量越大,世間的不幸就會越少 而這種力量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擁有 所以你千萬不要淪適,只要心存寬厚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 一個小女孩因為生得又矮又瘦 被老師拒絕她加入合唱團 而且她永遠都穿著一件又灰又舊又不合身的衣服 小女孩躲在公園很傷心地哭 她在想,我為什麼不可以去唱歌? 難道我真的唱得很難聽? 想想想,小女孩小聲地唱起歌 她唱了一首又一首,直到唱到累為止 唱得真是好啊!小姑娘,你讓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啊! 小女孩呆了,跟她說話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家 說完之後就走了 小女孩第二天再去的時候 那個老人家還坐在原來的位置上面 滿念慈祥地看著她微笑 於是,小女孩又唱起歌來 老人家聚精會神地聽著 一副陶醉其中的表情 最後,老人家大聲喝彩 多謝你呀小姑娘,你唱得太好了 說完之後,她就走了 好多年之後,小女孩也都變成大女孩 她長得又高又瘦又漂亮 還成為了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但是她怎麼都不可以忘記 在公園仔裡面那個磁場的老人家 於是,她特意回到公園仔找這個老人家 但是,那裡只剩下一張很孤獨的長燈 後來她才知道 這個老人家一早就死了 在公園裡面另外一個老人家告訴她 她農的,農了二十幾年了 每一次鼓勵,都是給孩子創造多一次機遇 孩子需要鼓勵 其實我們大人都需要鼓勵 就好像植物需要淋水一樣 如果沒有了鼓勵 我們就沒有了進步的動力了